要说漫威里谁才是满籍人类 鹰眼绝对当之无愧 都说穷人靠变异富人靠科技 可鹰眼却是唯一一个既没有超能力 也没有特殊装备的凡人 人家寡解好歹还拥有抗衰老家抗疾病的设定 而鹰眼却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可以说他仅凭肉体凡胎 就能混进一众神仙打架的复联里 但好在有ADC的团战都总能胜利 或许这也是他能成为复联核心成员的秘密吧 鹰眼的原名为克林顿弗朗西斯巴顿 曾经是马戏团出身的孤儿 师承杰射和剑可 因此又称弓箭双绝 这一绝活在复联四里可谓大方异彩 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在万军从中护送无限手套 而作为一个射手 鹰眼的能力其实有些超标 不仅但无虚发更是拥有远超常人的事 可这一点却让他在面对寡解的牺牲时更显痛苦 除此之外鹰眼还是一位综合格斗大士 一人一功就能与身穿战衣的飞豹打得有来有回 在复联三世 由于超级英雄的战败 猎霸也成功打出了响指 可这时倒霉的就来了 说好的随即一办 可怎么到了鹰眼这 就是全家大礼包 最终伤心欲绝的鹰眼也化身无情妄感 一人一刀就杀翻小日子 我只能说干得漂亮 而好不容易在寡解有益的感化下 鹰眼总算找回了自我 可即使战胜灭霸 寡解的失去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一难题 如今随着初代苏联成员的纷纷离去 或许留下来的鹰眼才是最痛苦的那个